大家周末看 欢迎收看股市罗宾看 我是罗宾 在这个开心的一个周末时刻 偏偏今天台股怎么样 受到密集立空轰炸的一个影响 开低之后就一路的向下压低 盘中一度大跌超过200点 来到10804 直接碰住到月线的一个位置 中场稍稍的做一个收敛 收敛6点 把这个跌幅收敛到200点以内 不过还是跌了197点 成交量放大到1771亿 这个交险指数也跌破了10900点 来到了10811 那今天我们说过了 整个大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跌 不外乎是今天盘面怎么样 全部都是利空 从昨天的美股四大指数同步下跌 再到今天原本我们一开盘的时候 盘后电子盘 美股的盘后电子盘 原本还是涨的 结果到了盘中 结果跌势反而扩大 从原本的涨变跌 而且还跌势扩大 所以拖累整个台股 也是跟着跌势扩大 好那除此之外 包含香港股市 今天大跌超过千点 当然也是拖累台股下跌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那港股又为什么大跌 因为现在中国在开会 对不对 两会现在正在召开 那里面现在有一个 大家比较担心又比较争议性的 就是所谓的港版的国安法 好那这个港版的国安法 照说这是人家大陆的内侍 中国的一个内政 也不赶我们的事情了 好那但是美股 美国川普这个时候出来插一脚 他说你敢通过这个法案 好你就等着瞧 我就会有所反应 而且会有很强的反应 好那原本现在美中问题 就已经非常紧张了 这个时候你川普又出来搅局 所以是让怎么样 让整个美中的一个问题 美中紧张的局势又进一步的升高 再加上原本川普制裁华为 你封杀华为 你封杀台积电 不能出货给这个华为那也就算了 原本我们还期望 有一个转单的效应 那既然你华为不能跟美国买 那就跟台湾买 反正台湾是受贿的 对不对 现在川普更饱了 现在干脆连说 只要是卖给华为的 过去有接华为订单的 这些台湾的厂商 你全部都不能卖 居然管到我们台湾的厂商来了 这也就是莫名其妙 那今天就在这么多的一个 利空的一个冲击之下 真的有没有 那边边没一台好的 所以加权指数就开低之后 一路向下压低 那跌了两百多点 回过头再来看 昨天好不容易 昨天好不容易突破了 突破了这个年线的一个压力 结果怎么样 今天又压回来 跟前面两次的走势 是一模一样 你要讲他的宿命吧 我倒觉得说这是一个惯性 到目前没有被打破 前面大涨 突破年线隔天压回 这里大涨 突破年线隔天压回 昨天也是大涨 今天也是压回 有没有 那其实这是不是也是印证了 我在昨天 我不是今天才讲 我昨天就讲了 我的昨天收复年线 你不用太高兴 而且昨天收在11008 有没有 重新返回万一大关 我说过 即便昨天收复了两条关卡 一个11000点 一个年线 可是怎么样 格局上 我一再强调 格局上面 他没有脱离 区间震荡的架构 没有脱离 所以乐观 保持警觉 对不对 因为未来我认为 还是个多图架构 没有改变 但是你要以为 哇 收复了11000 对不对 收复了年线 那接下来就要往 半年线111 这个位置去做一个挑战 甚至于 要往更高点 12000点 做一个挑战 我认为这个难度 都非常的高 我说过了 半年线的反压 目前是往下压的 再加上半年线以上 从去年10月 11月 12月 加上今年的1月 2月 有5个月 所形成的头部形态 你想 他累积了多少套牢的筹码 你要怎么这些筹码 能够进一步的化解 这都需要时间 我认为会过了 但是你需要时间来化解 所以我认为 短时间之内 它就是区间震荡 所以昨天突破年线 不用欢迎 今天就更下来 对不对 我想大盘的部分 我想我都不再多说了 完全在我们的掌握里面 还要说什么 那重点在于 我说过 我个人怎么样 其实坦白说 我最喜欢怎么样 这种大盘震荡的格局 我说不管大盘 是进二退一也好 进三退二 又或者进一退一 那都不重要 你大盘越是震荡 盘面的资金怎么样 他会往 他该有 他会自己找出路了 盘面的资金 会自己锁定一些有题材 被市场认同 被法人所锁定 青睐的股票 往这些中小型股去做移动 那你想 当资金盘面的资金 往这些有题材 有本质的中小型股移动的时候 是不是造成大盘跌 可是盘面会有一些中小型股 它会活蹦乱跳 尤其在目前大盘来回震荡的时候 我说过以内资为主导的 那么一个族群 生计股 它必然会有所表现 所以你看今天大盘是跌 有没有 可是生计股里头 你看有多少股票在今天 是大涨的 来 包含谁 包含 4171的瑞基 你看瑞基被分盘交易 220分钟一盘 都还能够在今天继续创下 321块的破弹新高 有没有 另外 1760的保龄负金 你看今天也创下了 169块的破弹新高 甚至于盘中一度还涨停板 另外647高端疫苗 今天甚至于是直接锁上涨停 锁上了井井的 有没有 其他更不用说了 来 1325 恒大 今天你看 是不是有那创新高 9919康纳乡 是不是也是大涨 甚至于来 合一 在休息多天 休息短暂一天之后 今天继续大涨 来 4133亚诺法 疫苗的亚诺法 有没有也是创新高 你从这些股票 假设你今天手中 就是这些股票 你会感受到今天大盘怎么样 是大跌超过 盘中一度超过200点 甚至于收盘都还跌了191点 你会感受得到吗 我想你感受不到 所以大盘大跌 投资朋友 有这么重要吗 甚至于除了生计股以外 我昨天跟各位讲过了 昨天有一个族群 他表态了 叫做台积电的供应链 有没有 昨天掌停板的加登 今天有没有继续大涨 有没有继续创新高 一样 如果你今天手中是这档股票 你会感受到今天大盘 是大跌的197点 甚至于盘中 一度大跌超过200点吗 所以是不是 你管他大盘大跌又怎么样 你把资金摆对的地方 我一直强调 现阶段的操作 就四个字 拿四个字 效率 节奏 什么叫效率 资金的效率 讲了白话一点 要摆对地方 什么叫节奏 轮动的节奏 你要能够掌握 电子 生计 两个族群 双主流 双主轴 双核心 在做轮动 另外 电子股 里面在做轮动 我说包含 IC设计 今天IC设计 因为联发科中枪 因为这个消息面 所以他拉回 可是 因为第一个这个消息也还没有证实 第二个 这本来在联发科 连续创高之后 本来就需要拉回 你看连续三天 四个一二三 连涨三天 做一个压回 这也正常 对不对 你技术面来讲 他也是正常 连涨三天 压回测试 这绝对合情合理 对不对 好 那另外我说过 现在有一个新崛起的 一个产业 叫做miniLED 在近期 也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再加上昨天 刚刚加入轮涨行列的 什么 台积电供应链 这几个族群怎么样 他们也在轮动 那升级股更不用说了 我的升级股 看起来升级股是一个族群 可是它有很多次族群 你就以现在防疫概念来看 因为虽然目前升级股 最夯的是防疫概念 防疫概念 难道它是单一族群吗 它也不是 防疫概念里头 它也包含什么 它也包含了像衣材 衣材里面又包含很多 有包含什么防护衣 有包含什么口罩 这些不都是衣材的部分 对不对 那另外除了衣材以外 我说还有什么 还有疫苗 还有试剂 快塞的试剂 那这些股票是不是也在轮动 就好比说昨天来高端疫苗 昨天是不是整理 对不对 今天就涨了 反倒是 昨天创新高的锐积很强 有没有 今天反而 今天还是涨了 不过今天的涨势 是不是就没有昨天那么的强 它们是本身 我说就在比价轮动 整个族群 四族群 电子跟主流 电子跟这个生计 主流在做轮动 但是怎么样 但是族群内 它也在做一个轮动 那这样的一个节奏 你只要能够掌握到 你把资金摆在一个对的地方 我相信就算今天 对不对 就算今天大盘大跌 191天 那又怎么样 对不对 那又怎么样 你依旧是赚钱的 所以我说掌握节奏 跟资金的效率 是最重要 那至于说 如何掌握资金的效率 又如何掌握所谓攻守进退 又或者说轮动的一个节奏 我说过的 有 如果说你没有把握的 你没有把握 如果说你说 我给你做了之后 我当然乐观其成 我也恭喜各位 对不对 你就自己做 按照我告诉各位的这个方向 这个方法去操作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说 你没有办法做到 整个资金要摆在对的地方 尤其这个对的地方 它也会做轮动 这个节奏你也能够掌握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 那么我说过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利用 我们古朔尔滨和Telegram的 这样的一个频道 为什么说要利用这个频道 我说这个频道 第一个 它完全是一个服务性质 所以也不会造成你的负担 对不对 好 那这个频道有什么功用 最重要的 盘面现在消息顺习万变 甚至有真的有假的 你要怎么分辨 有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利空 其实它是利多 有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利多 结果它是利空 你判断错了 不是你的 对不对 操作反向 那你想吧 后果当然不堪设想 对不对 好了 再加上以目前来讲 我们说的你节奏到底该如何掌握 你看墙去追 你看墙去追 你马上就被修理 又或者盘面现在到底法人的看法是如何 法人那边有没有任何第一手的消息 又或者独家的一个新闻 你能够掌握的 好那这些 我们在Telegram频道里面 都会第一时间帮各位来掌握 同时怎么样 同时也会在这个频道里面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最重要的 我们还开放怎么样 一对一的通话的一个功能 如果你在操作上面 你面临到任何的一个问题 你不晓得该怎么做 或是现在你做错一步 做对做错差很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操作上面有任何的疑问 你都可以第一时间 都可以第一时间 透过我们这个一对一的功能 进来做一个询问 那我可以在第一时间怎么样 帮各位来做一个解答 让各位能够往对的方向去 做一个操作 就好比说来 这是我们在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有没有 给各位的一个方向 有没有 当时我们是不是告诉各位 来 这谁 中华社 有没有 这是谁 这是台药 当时我在讲这两档 我们在这个频道里面 讲这两档的时候 都是跌的 不是涨的时候 我在那放马后炮 当时这两档股票是跌的 对不对 可是你看 在今天大盘大跌的过程里面 来来来看中华生 今天有没有大涨 有没有 今天有没有大涨 台药 大盘今天是跌的 跌了快200点 它还大涨 甚至你看中华生跟台药盘中 一度怎么样 都将近涨停板 这个是我事前就讲 我说我不是今天 哇 这些股票都涨上去了 我火车过来奔逼 事后再放马后炮 我都讲在前面 那你看如果说你是我们 古术和冰汉 这个推测滚频道的一个家族朋友 你在上个礼拜 接收到这样的讯息 趁它还没有大涨之前 趁低怎么样 逢低来承接 你看 今天 大家跌了197点 大家担心了要死 你今天是不是开心了要命 是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 而且我说这完全是一个服务性质 所以我说公欲善其事 是必先利其器 你多了一样工具 你多了一样工具 是不是你的胜算 就比别人大 所以这边要特别的强调 你还没有加入我们 推测滚频道的一个投资朋友 赶紧 第一个先让你的手机也好 平板也好 先下载推测滚的这个APP 好那下载完之后 输入我们的专属ID 什么RBH168 RBH168 然后按Enter 你就可以顺利的加入到 我们推测滚的频道 而加入频道 我说过有什么好处 除了帮各位掌握第一手的消息以外 开放一对一的功能 帮助各位在顺习万变的盘面 能够做对的事情 有什么好的标的 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 所以还没有加入朋友 赶快把握机会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订阅我的观看 欢迎订阅我的观看 但是就如同昨天大涨 我告诉各位 对不对 区间震荡的格局没有改变 那你说今天大跌 我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没有需要改变 因为怎么样 它还是区间震荡 那既然还是区间震荡 我说过操作上面 就那四个字 效率 节奏 资金摆对地方 掌握资金的效率 然后掌握 肋骨轮动 因为既然是震荡 那就是肋骨轮动 肋骨轮动的节奏 就把它掌握起来 那至于说掌握资金 因为你要掌握节奏 才能够让你的资金 能够发挥最大效率 才能摆对地方 我都同一档股票 你买的地方不对 你买的时间不对 纵使你做对股票了 节奏错了 结果还是错的 所以节奏关键非常的重要 那至于如何能够掌握节奏 我说过的 很简单 已经涨高了股票 要不要追 不要追 不用去追 我们刚才讲了 最起一些生计股很热门 你看这都起到这些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不要说什么高端疫苗 现在涨到今天多少 91块4了 我再告诉你高端疫苗的时候 几块钱 44块 刚刚我们说瑞基 今天三百里一块 我再告诉你瑞基的时候 多少钱 54块 你没有看错 54块 现在三百多块 这个时候你再去追 你成本差多少 那你成本高 你风险就高 你风险高 你势必会压缩到你的一个利润 所以我不是看坏它们 也不是说它不会再涨 只不过已经涨高了股票 没有必要去追 你应该去寻找什么 你应该去寻找 有没有同样的题材 对不对 有的相同的一个题材 因为为什么有相同题材的 你要去留意这些股票 而且它的位阶是在比较低的 因为有的相同题材 因为它已经告诉你 我这样说好了 瑞基为什么大涨 为什么大涨 因为它的快塞世纪 对不对 那既然快塞世纪 让瑞基的股价 能够从五十几块 一路涨到三百多块 那你说这个题材有没有用 当然有用 怎么会没用 没用怎么会涨了五倍六倍 那你要去寻找 那有没有同样也是具备 怎么样快塞世纪的 这样的一个题材 但是它的股价 不是在这么高的位置 甚至于是在当时 瑞基正准备要大涨了 这个起涨点的一个位置 那你想 它的空间会不会比 这个时候你去追瑞基 要来的大 你的风险会不会比 现在你去追瑞基 要来的小 好 那我再问各位 你股票操作 你追求的不就是利润大 空间大 然后风险低吗 如果说你要去追求高风险 高报酬 那我就要赌博 你就去澳门赌两把就好了 你干嘛来这边跟人家和了 对不对 你在澳门赌两把胜算来高一点 不是吗 好 那又或者 来 647的这个高端疫苗 今天创新高 为什么 为什么大厂 就告诉你疫苗了 对不对 因为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解除 台湾加零加零加零 到了昨天稍稍破功 但是还是维持在一定 你看本土都已经有39天 没有出现新的一个确诊病例 可是台湾如此 并不代表全世界都这样子 其实我昨天也跟各位讲过了 依照目前全市 我们如果说以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疫情还在升高 前几天 单日 全球来讲 单日的确诊人数 还创历史新高 所以代表整个疫情 就全世界还在升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疫苗的一个开发 或者说需求 是不是刻不容缓 另外快筛试剂 对不对 到底谁有没有受到感染 对不对 这是不是 这个需求也是非常的一个庞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题材被市场所认同 他就告诉你 往这个方向去 你就能够大赚 只是说已经大涨了股票 我说你成本垫得太高 你不用去追 我们要去寻找那些 目前位阶低的 所以你看 来来来 这也不是我今天说 有没有 今天22号我在5月20 前天呢 前天的拜三 有没有 我那一天告诉各位 与其你去追这些 已经涨高的股票 风险垫高 成本垫高 你还不如 去找怎么样 有相同题材 有没有相同题材 你自己看 快筛试剂 有没有 谁是快筛试剂 他 那有这个题材 就已经告诉你 他会大涨 所以他同样 有快筛试剂的题材 除此之外 他还有疫苗的题材 疫苗是谁 他 有没有 其他的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 有没有 那既然 这些股票 这些题材 都已经告诉你 他的方向 确认就是如此 所以代表 这个题材 有没有用 当然有用 那人家 只有一个题材 都能够标翻天 标到天外天 他如果有两个题材 你认为他未来的爆发力 会不会更强 人家只有一颗引擎 你有两颗引擎 你的爆冲的力道 是不是更大 我想这个 不用我多解释 对不对 最重要的 有没有 他股价还在低档 你自己看 股价还没有在低档 对不对 股价还没有在低档 所以我说 像这种股价还在低档 可是已经确认 他未来的趋势方向 就是会大涨 那这些股票 当然我们要在怎么样 他大涨之前 先卡位先布局 所以你看 礼拜三我带着各位卡位 带着我们的会员卡位 当时多少钱 那天的低点还有四字头 有没有 白纸黑字 下在这里给你看 四字头 今天 来 今天 有没有看到 今天这档股票 已经来到哪里 来到六字头 今天有 大拨大拭 他今天才点的涨停板 而且股价来到哪里 已经来到六字头 六字头了 前天还在四字头 今天到六字头 你买这样的股票 位阶低 你是不是买了安心 买了安心 你是不是能够重压 重压 两天三天的时间 从四字头涨到六字头 你是不是能够赚得最多 对不对 所以要用对方法 用对方法 那在目前整个盘面 升级股还是主流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操作 操作 就是往这个方向 绝对脱不了 好 所以我们也特别帮各位 规划了一个什么 一个叫做 升级班的 一个特别活动 那什么叫升级班 都已经告诉你了 这个升级班 就是要帮各位怎么样 掌握 接下来 会大涨的升级股 什么叫 接下来 会大涨的升级股 第一个 具有相同题材 就已经告诉你了 对不对 快筛快筛大涨 疫苗疫苗大涨 可是已经涨高的股票 要不要追 甚至于一财 也有很多股票是大涨的 那已经涨高的股票 要不要追 不用 我们去寻找 有相同题材 一样市场需求强烈 但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这里 股价还没有涨 而且位阶还在低档的股票 像这样的股票 就是要帮各位 在生计股里 我们的生计班 就是要帮助各位 在生计股里面 带着各位掌握 接下来正准备要大涨的升级股 也欢迎各位朋友 利用这个假日 既来做一个登记 我们帮各位掌握 下一波即将大涨的升级股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并次顾投资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